這次是睽違五年的全新作品 為什麼會想拍攝這個題材 因為真的很暗黑耶 這部戲 因為我一直想要給台灣的觀眾朋友 一些新的題材來刺激這樣子 所以以前可能流行過校園片 愛情片 那現在是一個新的題材開始 因為像白手套這個題材 幾乎沒有人碰過 那這是一部 血管音是一部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今天晚上就揭曉了 是一個台灣這二十年來都沒有看過的 最驚悚的恐怖片 可是裡面不會有鬼出來嚇你 也沒有任何音效會突然從後面跑出來 只有這些可怕的演員 他們不用嘶牙咧嘴 用他們的演技讓你腳底發寒 這樣子 真的我看完之後也覺得天啊 這部戲讓人覺得貓鼓悚然 因為最可怕的不是鬼 是人啊 對不對 而且這部戲的時空背景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看了大概三分之一 我都還在猜這個到底是在講現代 還是在講稍微有點時空以前 所以選在高雄是非常棒的 因為高雄我們有摩登的大都會 也可以拍得出這種 古台灣的這種幾十年前的這種韻味 時空設定方面要不要幫我們透露一點 血管音是 柯家宴在片頭開始的時候是在2017年 然後緊接著就會回溯一個很可怕的案件 發生在30年前 所以我們時空設定會回到30年前的台灣 對 但楊老師他們的唱歌二人組就會在這個時空裡面跳躍 來為觀眾介紹新的劇情 講解因果報應喔 對 好 那導演這一次我也要非常恭喜導演 帶領這麼強的這個演員團隊 我們入圍了金馬七上大獎 先來掌聲和歡呼聲音樂好不好 包含最佳導演 還有你的原著劇本等等 導演 幫我們大家喊話加油一下好不好 後天就是金馬獎了 後天就是金馬獎了 這個我最不會 所以才要這樣請你啊 這個要挑戰一下 要講什麼 血管音加油加油加油 好 一起囉 3 2 1 血管音加油加油 明天支持血管音後天 說血管音報回眾多大獎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揮洪洪姐 嗨 妳好 粉絲們幫我們歡迎呼籲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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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姐上一部台灣電影 我剛才有講是1987年 叔叔看有多久了 很久了 其實中間也有 來到這裡拍過電視劇 對 待在台灣其實也很長了 我們待了快兩年了 兩年的時間 高雄也來過這裡做表演唱歌 那這一次 導演 等一下大家會聽到他唱歌 可是很可怕 可是難聽 是很可怕的 而且唱歌之前講的那句話 我忍不住笑出來 好 那洪姐這一次 跟我們台灣這麼優秀的導演 還有團隊合作 妳的感覺怎麼樣 其實我昨天也跟導演 說了一個小秘密 導演說 這是秘密嗎 其實真的 拍了四十年 今年是四十年 拍了很多劇組 這個劇組 讓我非常窩心 因為每個台前幕後 都很有夜視 然後導演演員 都對這個劇本 都放了很多很多心思進去 所以拍的時候 雖然我們沒常常聊天 因為每個人都進入自己的角色裡面 可是都希望能夠聘了 最後的一種一鼓勵 去把這個角色演好 拿出權力 很久沒有碰到 那麼有衝勁的一個劇組 那我看到我們寫觀音的 宣傳文宣上面說 這個腹黑學 有分高段班 中段班 您唐夫人就是最高段的那一班 洪姐幫我們講一下 演唐夫人 唐夫人是什麼樣性格的一個角色啊 其實因為 人在江湖帶了五十七年嘛 什麼事情都看過 其實在我第一天拿到劇本的時候 馬上就想像 我是身邊的朋友啊 或者是怎麼樣 有沒有這個題材 然後見了導演 前一天我都找到了 有是什麼人 找到唐夫人了 所以我當天見導演的時候 我演了一點點唐夫人出來 我覺得唐夫人應該是一個 她曾經的前半生 經歷過很多給打壓的生活過程 受過不少的苦 所以去到她有朝一天能夠把握拿拳的時候 她就發揮她的所有的力量去把拳拿回來 不管是家人也好 女兒也好 誰擋她都殺誰 所以你知道我看完 看完這一部我就想人家說虎毒不食子 可是唐夫人讀起來嚇死人耶 其實人生是有紅的也有白的也有黑的 是看哪個顏色跑出來 唐夫人跑出來的是黑的 好等一下呢 可以看到首映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唐夫人可怕的附黑演出了 謝謝洪姐 接下來我們要請可希 來跟我們聊一聊 可希這一次呢 在劇中演的是唐寧 是這個唐家的大女兒 我感覺到她是一個崇尚自由的靈魂 可是被關在一個很可憐的紳士設定當中 介紹一下你的角色好不好 我所飾演的這個角色 她其實就像之前導演講的 她生長在這種權貴世家 然後從小到大就像唐正一樣 被訓練的琴棋書畫都會 然後都會交進應酬之類的 可是她偏偏就是深信有一點叛逆 她不想要被控制 然後做這些她不願意做的事情 她甚至是有一點點藝術天分這樣的一個女生 但是她又夾雜在她的兩個家庭面兩個女人之中 所以就是這個角色 選擇起來是挺痛苦的 而且在戲當中有很多因為角色的設定 而必須做出來的情欲演出 可惜在這裡面完全什麼都沒有漏 可是很很誘人耶 就像剛才市長說的很妖嬌耶 對因為她就是母親利用的工具 她會派她去勾引男生啊 或者是去設一些局去讓一些人陷入那個陷阱 所以最遙標最多計謀的就是這個女人唐寧這樣 好唐寧在這個赴黑學也不過排在這個第二段還第三段 她是唐夫人利用的工具 在旁邊這位其實也是唐夫人利用的工具 歡迎文綺 哈囉 跟大家打電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綺 歡迎文綺 歡迎文綺 文綺今年才14歲 可是你在戲裡面的演出我覺得嚇死人 14歲的女生怎麼能夠演出這樣子很黑暗的心機啊 其實 其實在演的時候不會覺得 所以這支其中你內心的有一面是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 還是導演教得好 導演教 太高感 太高感 沒有 這一排演員 切開來心都是黑的 演完這部戲之後 導演給你們的評價是這樣 那文綺這一次在戲裡面呢 看到是上面有一個姐姐這麼會耍手段 我感覺你也是很想討媽媽歡心的耶 在這部戲裡 對啊 因為就很想討唐夫人歡心 然後想在唐夫人面前做一個好孩子這樣 嗯 想做一個好孩子 到最後她在裡面到底幹了多少壞事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欸 還要問一下文綺 這一次我們拍戲的時候是住在六合夜市附近對不對 有沒有機會去夜市逛一逛 有啊 就偶爾會去啊 有沒有覺得台灣夜市真的超棒的 什麼都有 對啊 有啊 有啊 這喜歡吃什麼還是你有共到什麼印象深刻的 嗯 其實如果真的說吃 因為可能大多都是去逛這樣 逛街嗎 對 因為其實在戲裡面 有被要求要控制身材 對 因為這唐夫人對女兒們的身段很要求的 導演一直搖頭 那你自己看一下畫面啊 怎麼這樣講 好 那非常謝謝文綺 等一下大家來看看這個 今年才14歲的少女有什麼樣的表現 接下來是我們的八點檔電話佩琪 佩琪 佩琪這一次在裡面喔 一開口大部分就是罵人啊 屁裡啪屁裡啪 而且我在電視前面看我都覺得被罵到有嚇到的感覺 怎麼會這麼兇啊你 因為導演要求的 因為她當初可能就是在陪媽媽看電視的時候 就看到我屁裡啪啦罵人 然後她就想到她電影裡面有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一進來以後 就是對我的指揮也是屁裡啪啦罵 那這次跟我們整個劇組合作的感覺是什麼 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我就是人生到達一個巔峰 對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一直維持在這樣的巔峰 對 然後當然非常的興奮的是整部電影 我的戲份幾乎都是在回到高雄來拍 對 回到我的家鄉 佩琪是高雄人喔 對 大家好 我是跟我們高雄的女生 然後真的也很開心可以透過這麼大的螢幕 讓更多人看見我們高雄的美麗 不管是有時代性的背景 或者是一個現代化的一個環境 那在在的都可以藉由這麼好的一部電影傳達出去 然後我覺得 《雪觀音》真的是一部非常厚實有內涵的劇情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看不懂 它非常的具有可看性 所以呢 請大家明天一定要掏出你的口袋裡面的錢 進戲院 給我們好好的支持《雪觀音》 謝謝 謝謝佩琪高雄的女兒 好 紫純 紫純也是我們的台劇小天王 聽說光是要喬你的檔期 就喬了很長的時間啊 沒有啦 其實一直到要拍電影 我就跟公司說 拜託 麻煩你讓我拍電影 而且一直到這是楊德元電影 真的是 再怎麼樣都要來拍 那這一次 剛才我們市長說 你在裡面是一個熊掉地的角色 是 掉地的男人其實容易惹上麻煩齁 就 如果大家看的時候就會很明顯知道 我的導航跟他們比起來我真的是 連幼幼板都排不上 你完全排不上 他只是工具人 我覺得 就這樣子被運用完就沒了 而且我想導演找你來 其實也是看上你的肉體 其實是他媽媽看上我的肉體了 怎麼都跟導演媽媽有關係啊 下次請媽媽來參加首映好不好 媽媽愛他們啊 經典 對 媽媽每天看電視 就是喜歡你們的表演 那這次在我們寫觀音有大尺度的演出喔 就是從營以來最大的尺度 就是 該脫的幾乎都脫了 大概全身上下就穿一隻襪子 只有穿一隻襪子 但是不是穿在腳上 沒有腳那麼露苦 這麼明顯好不好 看了就知道了 好 等一下呢 我們首映當中大家看了就知道 那以上就是我們寫觀音的導演 主要演員為我們介紹這部搶檔電影 再次掌聲謝謝他們 好 現在呢我們 謝謝高雄人們的支持 也要謝謝高雄市政府的支持 那現在呢 我們要請電子媒體朋友們 可以向前一步 我們來進行電子聯訪 那稍後呢要 還要再拍照對不對 好 平面再拍一下 有沒有平面的媒體朋友們 還要再多拍幾張畫面 再多拍 好 來 我們請導演跟我們的演員們 我們再來幾張合照 我們再來幾張合照 寫觀音今年 問鼎金馬七項大獎 明天即將正式上映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寫觀音 太精采了 是本年度最佳國片 不是恐怖片 但看了讓你覺得不寒而栗 今天演員們都這樣子 華麗的 柔美的 甜美的 在戲裡面絕對不是這樣子 戲裡面讓你覺得 人真是可怕 我們一起做寫觀音的 這個pose好不好 來 我們看一下正前方 尤其是高雄的朋友 一定要支持寫觀音喔 稍後呢 我們拍完照之後 就邀請電子媒體朋友們 可以向前 我們來進行電子聯訪 好 幫我們看正前方喔 媒體大哥們 大姐們都OK嗎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請電子媒體朋友們 可以向前一步